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中介不能用 能用也没用 我们当时找一些中国做微博微信 找的最好的出来给我们的提案是什么呢 一个屌尸卖了一个圣 然后买了和我们的花 天安门上求婚搞定一个女神 不是说他们不好 他们的这些营销方法 不是你公司最好的方法 因为只有创始人最了解你自己的一个理念 你自己的产品 什么适合你 就是说你还要去说服你的用户 那我前期发展我们的用户 我所谓的社会化营销是什么呢 就是发短信 发微博 私信 发微信 给你自己的朋友 让他们来买 买了强末他们转发 那段时间大家被我烧扰的比较惨壮一点 他们都习惯了我在朋友圈刷屏 就是说如果你加我微信 你会发现99%吧 都是那个花 所以我觉得 一是放弃所有的诱惑 然后专注到一点上面 在你出来的时候 认真一个事情就坚持做 错了都把它做了 就Rose only为什么要 必须要进口欧瓜多尔的玫瑰 或为什么这个玫瑰 就必须要爱情为一 当我这样做了 当作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我出来做的时候 因为我找了什么 一些凡客的一些 最早的一些创始人 或VP 或找了一些互联网圈 比较牛的技术总监 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行了 为什么呢 我发现他们喜欢作弊 就是说我们卖爆了之后 那个玫瑰 它用国产玫瑰来冲进口玫瑰 那看着就不一样嘛 我有点动摇了 后来我想坚决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个花艺丝 一个采购出去以后 都能敲诈勒索你 说你是卖假货 他都可以举报你 你创始人 你多被动啊 这第二个用户体验多差啊 因为我们都是圈内人 是吗 我们就了解很多互联网 卖化妆品的公司 就一二线城市 跟三四线城市卖的不一样 人家做得很成功 赚钱了 玩法一样 我觉得 OK 那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不是我欣赏的 为什么 我们是西方市场的老大 因为电商啊 平台内 在我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你没机会了 你说你能打了过阿里巴巴吗 就淘宝 添宝 不可能吗 你打了过京东吗 京东你打不了 这只有平台 所以只能就垂直类品牌 垂直类鲜花领域 一千两百亿 但礼品 就Rosal 鲜花只占一半 有一半是非鲜花 就所谓的礼品 一万多亿的市场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先只是从一千两百亿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性感的一个领域 但是我们只找了一小块去切入 在这一小块我们站住了 一开始很多人来的时候就跟你说 就应该放开做 什么都做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之危险的 昨天还有个朋友 他是做奢侈品品牌的 想做时尚品牌 一直还在平台跟那个品牌之间游荡 两个都想做 然后品牌一下子想做好几个 我跟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去这样做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牛的人 他如果做成功的话 他只是非常专注做一个点 然后做大了之后才会钱 你就算LV MH LV它最早也是一个品牌 后来做大了才不断地去收购一些牌子 所以我们Rose only 就一直是刚开始只卖阿瓜多尔玫瑰 我是初中毕业 然后高一就出国了 当时就自费出国 但是有些同学就身边特别好的一帮哥们就出国出不了 虽然心里特别难受 当时就是我记得高一的时候 那个时事政治 因为邓小平因为我们四川老乡 他讲一句话就叫一部分人富裕起来 带动另外一部分人 虽然我一直想 我富裕的人带动我们的兄弟们 所以创业我尽量给大家比较好的一个待遇 这也是你唯一能留住人的一个方法 我以前创业我希望把合伙人 就一起创业的人或者工资都压低一点 因为那是本性 你就为了公司生存 东西卖贵一点 然后费用降低一点 那本性 我也是学会计出身的 但是现在呢不一样 就是我希望能给大家好一点 反而其实这样更好一些 团队更稳定一些 你能找到好的人 因为你这公司你自己的 你这样在内其实是值得的 你是愿意的 但是你要如何让你的一起创业的人 包括你的团队的所有人像你这样 其实这是你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是在尝试这样去做 比如说情人节都想回家陪女朋友 但是呢你能站到最后 2013年14年跨年 你能在实体店去给团队的人封个红包 你这样去做 你却是一点一滴的影响 你喜欢做你的事情 你就保持这个激情 你的人生才没有浪费一秒钟 在你自己的气氛领域 你能做老大 那这公司是你自己的孩子 还有点就你要知道 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事情 大部分人做东西不成功是因为你做错的事情 做错的事情你带有激情 溢水行舟啊 那是非常累的 人还是一个动物 就是说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一样 你不停地在那个挥干场挥挥挥挥 你就算不行你要让他下一下场 如果不下场 他就对高尔夫球没兴趣了 我自己是81年的 我财务的VP是60年的 带过公司上市 他在帮我管财务跟人事 还有一个分管零售跟品牌的VP 是中国少有的管奢侈品 管了20年的 第一他们是有股份的 第二呢就是说他们认可跟热爱的价值 然后从一开始也开始帮我嘛 我就一个要求包括我对我的投资人 就是这个公司要我能说了算 其原因很简单 我们是百分之两到三百五百在做这个事情 你外面的人怎么可能比我们懂呢 就你看到我们的用户那么开心 那种成就感就超过了金钱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零售的那个VP 他自己就说看到那个年轻人啊 天天来特别感动 一个男生开几个小时车来买 女朋友不买还给他吵架 后来又走 其实呢我不能太理解啊 但是他就会理解 他就说这个男生呢 既然买玫瑰呢有点不好意思 人生第一次买玫瑰 然后呢买之后其实特别开心的 就有种成就感 还有我们产品团队特别感动 就经常他们自发的加班 就把产品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款产品出来的时候 就像他们自己孩子一样 那市场大卖特别开心 也不是点赞嘛 产品好 比如说父亲节的产品好 他爸点个赞 那种成就感蛮好的 我以前见过那个黑石的一个老板 当时他不是把那个香港财政司的那个 叫梁锦松给挖过去 做中国区的总经理嘛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怎么吸引这么牛的人 他就说你谈过恋爱吗 他谈过恋爱 你怎么搞定这个妹子 你要跟这个妹子说 为什么这辈子跟你好 比跟别人好 他更幸福 第二点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半开玩笑 但我觉得这也是个真谛 他说I always overpay 他就说我永远付的太多了 你跟别人一起来创业 加入你 要么就是股权 要么就现金 这是我的一个这个公司的方法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拿了一些钱 所以我们给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 就现金方面 但是高管 越是上面的高管 那么他的待遇要求是降的越低 未来或者现在给的一些期权股票会越多 越是低层的 那么他就是现金给的多一点 现在这个年代 已经过了那种互联网公司 连前台都要给股票的年代了 除了核心的 就是能走五年以上的人一起合作 我觉得给股票比较好 其他的话你没有必要 你还不如给别人讲好什么待遇 白子黑子写清楚 每个月按时给 但他要走 你不能拦着 你要理解他 也要有一个开除机制 跟一个吸引人的机制 我有个副手就是说 特别能干 但是就是因为吃回扣 被发现 那对不起 没办法 还是必须要开掉 我私人可以给你一个不错的补偿 但是你做法不行了 公司都知道了 对吧 那没办法 我们公司现在还是境内框架 境内框架就是等于是 我是像董事长一样的 然后我们有三个VP副总裁 我们有技术总监 我们也有运营总监 那是在三个VP下面 在选高管的时候 包括选择合伙人的时候 人品一定是低位 而不是说必须是什么亲戚 同学 你早期没办法 那没办法 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 怎么看人品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将心比心吧 就是白子黑子写的东西 比如说我对你十分好 你能对我三分好 OK了 我们待遇都给好 但我不希望你吃回扣 这是我的一个底线 你去干一些非法的事情 利益的事情 我觉得人嘛 都是西方金句学讲的人都知识的 别人要多要一点 少要一点 给你吵 或离开你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强如杰克威尔奇 就记忆的这个以前的CEO 他也讲过 面试人嘛 就都是赌博 对吧 两三个小时 你能知道这个人多牛 那不靠谱 你赌啊 你一旦出来要建立队伍 你这个人一定是要 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要相信别人是好人 我看了很多企业 流失最优秀的人才 就是这个管理风格 我就相信每一个人 那如果错问题 法律会制裁他 我是做了行业很详细的研究的 我研究了美国 欧洲 日本 然后我研究了中国花 整个线上的这个礼品 跟鲜花市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公司 叫1800 Flowers 就在线鲜花的 它就跟小的天猫一样 就它在线是个平台 那线下跟线下几千 上万家花店合作 那你要花 它就要当地人去送 然后它分一个佣金 中国有很多花店 都是有很严重的这些问题 它对产品 它对服务 它对终端没有控制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 他在线上订了花 对吧 你在线下下花 他跟线下几千 上万家花店去下订单 这些花店的人员 水平跟数字 很多都是一个农民 老婆在那边卖猪肉 卖水果 这边卖点花 他这哥们是什么意思 我忙得过来 我就给你送了 忙不过来 我不给你送 你怎么办 齐人杰当天 他自己能赚钱 他不给你送了 你线上都接了单了 那花到不了 第二 他没有统一的培训 不像我们的 都是自己送 自己来包 他没有培训 那图片跟鲜花 收到是不一样的 第三 最严重一点 你永远找它 收不到钱 他说他没送 没收到钱 你去找它吗 找不到 全国那么的地方 你派个人收藏 都收不过来 但这个中国啊 就是做这个模式 就有点吃力 美国这180 弗尔斯模式 是成立的 但是估值也不高 它只收个中间费用 我们不一样 因为鲜花市场 我知道已经够大了 然后里面呢 主要是玫瑰 爱情 主要的 所以呢 我其实已经切了 最肥的市场了 然后呢 我能 为什么做高端呢 因为低端做不了 因为物流的费用非常贵 中国做电商 没有电商用的物流上面的费用 是像Rose only这样去花费用的 联邦跟顺丰 我们是战略级的合作伙伴 我们给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对用户体验的极致 到了什么程度 顺丰的准确率只能达95% 联邦可能达97% 98% 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派十个人 守着订单 守着它每个仓库 我们把它的准确到达率达了99% 就我们要不停地去吹单查看 这样的用户才能做到 用户体验的极致 但他们很贵 我们的费用很高 所以只能做高端的话 低端的几十块钱呢 我们不能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花上面写的向上放 就必须向上 如果这位物流公司 它没有做到这一点水平达不到 那对不起 没法用 除了产品最漂亮以外 我们运营能力是最强大的 我们的用户体验是最好的 我们做的东西 不是说研究核武器 也不是研究飞机的引刑 我们做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只要你用心都能做得好 你说海底捞 人家一年也做了那么大 也是我们四川老乡 有什么技术很可能 那为什么就能做这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用心吧 我们就细节想的比较多一点 我们运营的难度系数 比大家想象中要大一些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有经验的人 因为鲜花做到我们这种规模 做品牌的在中国是没有 我们只放了一小部分在天包上面 很小一部分 我们主要是官网 我们还只卖自己产品的 还有几家都是几千家花店 七七情节那段时间就不能睡觉 我们卖的东西是比较高端的 我们没有跑量 我们是出出三个金额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银额 我们的量还是厚得住的